剑鼠外设这类东西 都是我自用的小东西的分享 不是开箱 不是评测 也不接受点名 我大概率还没有你懂 也可以认为我是水是瓶 回血就更不回了 我自己用的东西干嘛回血 我就算自己不用 也可以给我们会计 库房 技术部 或者我们的客服用 这个IKBC 是我前天把399买的 在京东买的 樱桃的青植 好像是没有背光的 它没有背光干什么 这个东西 有人说是要防尘罩 我第一次知道 之前我都扔掉的 IKBC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之前有一个F108还可以 现场大约是1米9 粗细软音失踪 这送的剑和拔剑器 这颜色太臭了 底部的脚垫是三段石 这里 现场有三个方向 也是樱桃的青植 应该是没有背光的 看得出来 你仔细按的时候 在回弹的那一瞬间 在行程下 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浑浊 键盘的刚性 还好吧 稍稍有点形变 颜值还好 比较素 相对来说 每一个键的一致性 都还可以 这里有调音量的 和一个计算器的快捷键 比如顶部的这一排键 比达斯的那个就好很多 明显是一样一样的 手感和声音 空格键的声音 稍稍有点不一样 特别是轻轻 轻轻按的时候 作为一个轻轴的键盘 还是缺一点点 那种明确的触发感 就算了 就手感而言 RKB3比菲尔可缺一点点明确的触发感 菲尔可如果打80分 RKB3可以打个70分 快捷键不错 是适合我用的 键盘不错 但是差一点点感觉和意思 用的可能可以用 可以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浑浊版的菲尔可 这三个键盘放在一起 菲尔可这个是非常明确 它相对来说会浑浊一点点 这个就非常浑浊 这个叫阿米洛 这三个都是樱桃的轻轴 好了分享完毕 其实对大家也没什么帮助 因为外设纯粹是个人喜好 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也许别人用很好的 你也不见得喜欢 补充一下 比如说这两个Shift 手感完全一致 你们还记得那个DUX 左边右边手感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用了一个多小时 我打字量是非常大的 比我来说基本合格 只是合格 我就用它一段时间了 键盘不能人云云云 要自己去感知每一个键盘 它轴体用的一样的 手感都不一样 再就是外设非常主观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来左右你自己的喜好 还有人说用四轴器 这个确确实是没有意义的 四轴器只对于那些 对轴体没有认知的人 对它们有意义 我到了一些固态硬盘 像A2000一T 都是我们正常用的 SN550一T 这个是黑盘 SN750一T 凯霞的RC10一T 这是RD20一T 这个是PM981A一T 这个是三星的970EVO Plus一T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智态的PC005一T 还有一些在路上没有到 到了我会尽快的做一个横比 因为现在固态硬盘 基本上笔记本里都是标配的512 确确实实不够用 也确确实实应该假 在图呢还有两款 等到齐了我会做一横比 这个是光影精灵64800H 1660Ti MAXQ的 这个呢也到了 它是高色域屏 和我们上次开箱的 那个低色域屏版本 其实我估计就是一个屏 就是一个屏的区别而已 这个呢 我觉得在此刻价格是非常好的 我们会考虑近一点这个产品 其他没了 键盘也只是我个人的小喜好而已 我的好主持人 关注我 könnte可以 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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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